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来到半日总结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恒指方面最新表现 现在这一刻恒指升176点,在24012点 国企指数升132点 暂时在11612点 大致成交暂时790亿 上证指数内地三大股市方面的最新表现 上证指数稍微要跌18点 跌幅不超过1% 在做2881点 大家觉得最近上证指数走势比较凌厉 但应该怎么看今天稍微有少少回调整固方面的情况 当然要请来我们的资深股评价 亦都是我们的市务总监国师郭Sir 在跟大家讲讲上证方面的最新表现 郭Sir你好 你好 见到上证前几天说过升势凌厉 不停飙下去 但今天来说升势炒图有少少放缓的情况 半天来说收市还要跌18点 先讲讲上证方面的走势 你怎样看 成交今天很亮丽 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升势真的比较速 以今天的高位2978点 和低位2813点来说 单天的波幅已经是165点了 165点比以往已经是一个中期升浪的幅度 谁知道一个多小时已经出来了 即是中间夹着了很重的投机成份 的确如是 近期来说这个升浪是由2437点开始 2437点到现在这分钟 2976短短过几星期指数升了500点 500点对港股来说的幅度已经不小 莫说对A股 弱模是相当于20多% 中间当然夹着了很重的投机成份 最重要的是成交金牙 其实不断的资金流入 令到A股的升势是越升越有的 但始终由于升势过急 你只看这个升轨 一个中期的上升浪 其实那个上升的步伐 如果稍为放慢一点 其实是稳阵很多 但现在的升势不是45度角 是90度角 差不多90度角 拆拆拆拆拆 这样来上升 你说不是投机是什么 即是一旦有些高台的反复 或者低价开始有少少回吐 高追了有些止蚀 不对版的开始减绑 这种种行动一出来的时候 是可以回调的幅度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你天天都几千亿成交 即是说不断有的资金 不断去追 同时 由于越追越高 这些是一个消耗性的上升 即是消耗性 是消耗你的购买力 你买完之后 就坐着首货 买完又坐着首货 好了 大家买钱去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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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完之后就坐着首货 等你升 好了 万一价价去到比较高 开始有些回吐的时间 一扯下来 每一只手捏沽 因为太多人拿了货 每个人要沽的时间 那一刻回调的幅度 必定是深的 所以今天有些数 是属于技术上的单日转向 即是上证指数 在日中先行创了近期的新高 即是穿了顶 然后回头跌穿昨天的收市价 老实说 这些单日转向 一般来说 情况都不太好 如果你在低位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没什么所谓 但现在不是低位 是高台 即是升了这么多 在高台上出现单日转向 另外也意味着高台上的波幅性 或者波动性是会比较多 不是一定代表一定跌 可以升 但问题是 由2300、2400到2900 累积的升幅已经几十个百分比 我自己觉得 A股未来是需要来为整固一下 技术上这个回落 如果你说一二八点是好行的事 如果今早日中的高位 2,978 去到今日日中的低位 2,813 高低已经165点 这是在过零中头之内已经见得到 对A股中期有市看不便 但近期来说升了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高台真的有少少整固 有少少消化也是很适合的 值得提到的就是 个别的券商股 刚才我看了一些资料 今天一升就升3元 在升市初期来说 三毫子都难升 每一个星期都升不到三毫子 接着开始慢慢阴点上 阴点上阴点上阴点上 到后一个阶段 升势会比较明显 上午晚下午有位走 这个就开始有些硬朗点的走势 到之后就有少少不理性 一个浪升1元 第二个浪升1元 第三个浪升2元 接着升3元 越升越点 越升越点 到全世界陶醉的时间 那一下就会结束短期的升浪 所以券商股 我是看好了 但如果你说错失低级 现在高追就无谓了 忍忍忍忍忍忍忍 或者等我回吐的时间 再看得比较好些 看到三大中资券商股 看到今天上午都破顶 包括海统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 业入中信证券 当中海统证券 升升更加非常凌厉 跟大家先跟进一下 这个版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中信证券 本人收报在28.05元 升超过5% 海统证券升超过1.3% 曾经来说 上午曾经升至2成 现在这一刻做19.24元 中国银河证券10.32元 升幅超过5% 中国光大升至3% 做20.05元 国泰军安 升超过4% 最终做7.06元 郭Sir看到开通证券 除了因为市场成交量大 和大家看好A股方面的走势 受到受惠之外 但最新来说都公布了 海通都宣布 正在研究中 可能会收购葡萄牙方面的同业 研究一下如何收购他们的股权 看到这个消息冲了上去 其实郭Sir 是收买葡萄牙方面的同业 其实都是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 但是对于股价 是否真的可以升成2成 是借口 任何的收购任何的评购 都成为资金追逐 你给着3个月钱 你这样收购股价不是升 是跌的 有没有搞错 拿这么大的钱去买葡萄牙银行 葡萄牙银行 现在还是水深火热 大家知道葡萄牙 西班牙 以至希腊 都是财困国 一直要等欧洲央行救他 你买他的银行 前景是不明朗 3个月前会这样看法 但现在3个月后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资金入市态度转用 你不要买银行 你买什么东西都当你 将来可以为公司赚很多钱 所以同一个新闻 同一个事件 在不同的时段 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股价 其实来说 有少少走得急 因为上天的收市 仍然是17元6千 最高见到19个 不是 20元7毫半 足足升了3个多元钱 就算你买了这些东西 日后真的会赚钱 你的股价也不会一升 这不是投机是什么 内地的券商股 最大是成交金额很多 尤其是胡心两地交投 8千亿、9千亿 将来可能到1万亿都不顶 只要成交金额维持一个增长势头 或者是一个高抬 资金入市的态度一定是勇 券商股是率先受惠的板块 这些是无法争拗的 而且在市后一个阶段的升势 是会比较充满 或者夹杂了一些投机性的追捧 这些是消耗性的追捧 因为钱一定要买 多多我都买 不买就走鸡了 低的时候不会买 高的时间就越升越狂 就等于跌市 跌市初初跌大家不肯走 跌跌下不对路 心不舒服 不过都不舍走 到后一个阶段跌深了 哎呀糟了真的要走了 到急跌的时间 问都不问 那些不理性抛售 股市一个不理性抛售 去到一个不理性的追捧 是需要一段时期的 这个是叫做一个终极一跌 那个也未必是一个终极一升 因为资金入市态度越来越勇 到后一个阶段 调整完再来 调整完再来 民间财富广加成120万亿人民币 到现在为止 每天的成交 今晚不外扶器 一个percent都没有 我自己觉得 市场是需要稍微整固 但是呢 后一个阶段还是上的 至于捐商股 老实说 暂时来说大家 就不要太勇了 除了捐商股之外 今天浪人股做得不错 今天蓝手股里面升得最多 反而是建行 比较少有见到 升超过3% 今天中午收报在6.18元 上午都破了顶位 顶位见过6.27元 至于最差的是883中海油 都跌幅至近3% 继续要跌 看到收报在10.66元 至于行指方面 经意停定 半日升175点 收报在24007点 国企指数升130点 收报在11611点 大致成交半日有798亿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你 郭先生 和你做回申报 过往几次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是指数相关的资产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会 12点55分 继续会有要财财经台